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圣经当中他的生命力最令人感动的一位先知 实在是非耶利米莫属 怎么说呢 因为他生在一个南国末年 而且亲眼看到他自己的国家灭亡的 可以说目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极力的劝戒百姓要悔改 悔转 前后达四十多年之久 原来的居住地就是在汴亚敏地的亚拿突 亚拿突其实是一个祭司所住的城市 亚拿突其实在耶路撒冷北方不远 他说四公里的地方其实很近 那耶利米他出生在祭司的家庭 他本身是一个祭司 但同时也是一个蒙昭的先知 那么他前后的侍奉四十年 从约西亚王开始在位的第十三年 那个时候大约是在我们说的 B.C.祖前的六百二十七年蒙昭 那么跟耶利米同时代的先知 还有西方亚 还有哈巴谷 他们都竭力的在南国传扬上帝的信息 要百姓悔改 耶利米写的两卷书 就写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埃哥 那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这么样的尽心竭力的 来劝戒百姓也好 还有劝戒这些的君王官长 但是呢 很可惜的 他们就是一昧的犯罪 一昧的拜偶像 不肯悔改 甚至最后国家灭亡 其实耶利米的信息 已经早就对他们说了 如同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所说的 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是要叫你们的末后是有指望的 可是为什么后面审判还是领导 不可逆呢 就是因为他们不肯悔改 因为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三节这样说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 我就使你们在这个地方仍然的居住 可惜百姓不听 最终走向灭亡 好 我们要来看耶利米基本上 他的蒙造和他的使命 那么其实在耶利米书第一章 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他的蒙造 其实在他非常年幼的时候 甚至在还没有出母他以前 他已经被上帝分别为圣了 上帝已经拣选他了 而且他要被上帝派做列国的先知 当然我们说他年幼的时候被呼召 可是他虽然自己觉得不配 年轻没有什么口才去面对这些 这么大的责任 可是上帝说我要跟你同在 我应许要跟你同在 要拯救你 那么你同时也会遭遇到许许多多人的反对 同时上帝告诉他 不管是犹大的君王 还有首领 还有祭司 还有民众的反对 可是上帝说我要跟你同在 我要使你的脸面 好像铜墙铁壁 让你能够勇敢的去面对他们 所以就在他蒙造的时候 上帝就让他看到了两个异象 在第一章里面 十一节到十二节 哪两个异象呢 其中第一个就是信述之的异象 信述这个发音 信述之的发音 跟希伯来文的流义保守的发音 是非常的类似的 上帝用信述之这个双关语 耶利米问说这是什么意思 上帝说我必留意保守 我所讲的一定会成就 耶利米看到了 后来第二个异象又出现了 就是从北方有一个烧开的锅 滚啊 一直烧开的锅 从北方而寝到 那就表示什么意思呢 上帝就告诉他 灾祸将从北方而来 这是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 因此我们看到耶利米所处的时代 真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 充满了混乱 当时候北国早就灭亡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北国在祖前七百二十二年早就灭亡了 而现在是祖前六百多年的时候 是南国末年的时候 所以北国灭亡的也被耶利米拿来警告南国的人 说你们这些南国的人 我们这些同胞们 你们的背道比北国还更厉害 也就是北国已经够糟糕了 你们比北国更糟糕 为什么 因为耶路撒冷 他们的偶像的数目 跟犹大的城的数目有多少 偶像就有多少 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十八节 许多公义的城市变成一个不法的城市 流人血的城市 百姓离弃上帝 虽然看来好像也有人去圣殿去崇拜 可是一方面又在那边做坏事 其实在以赛亚同时那个时候也有这种问题 耶利米的时代也一样 在耶利米的五章一节 上帝说你去看看耶路撒冷 这个街道走来走去的这些人 没有一个行公义的 没有一个求成实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 耶利米就流泪啊 他勇于宣讲这些所谓的严厉的信息 然后宣告罪恶的审判 上帝的愤怒的领导 可是他内心很痛苦 为什么 因为很挣扎 因为当他这样一宣告的时候 别人就开始敌视他 也因为他内心又很敏感 很敏锐 所以常常伤痛 所以在耶利米书的第八章到第九章 再谈到他内心的感受 甚至于他一再的忍受他的亲族 他的同胞对他的反对 鞭打 监禁 逼迫 当然他的痛苦跟冲突也达到了几点 特别在耶利米书的第四章十九节说 我的肺腑啊 我的肺腑啊 我的心疼痛 我的心在我的里面烦躁不安 我不能够寂寞不远 他已经听到绞声的声音 他已经听到打仗的喊声 意思是什么 意思上帝的审判已经不远了 快要来到了 在耶利米哀歌 我们就顺便谈到 耶利米哀歌三章四十八到四十九节说 因我众名昭的毁灭 我的眼泪下流成河 我的眼多多的流泪 肿不止息 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现实 我们看到他为他的祖国 为他的同胞 迫切的祷告 甚至看到他们遭难的时候 请记得他没有幸灾乐祸 他在上帝的面前 仍然忠心的 凭着信心的 超越当时代的环境跟苦难 弟兄姐妹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耶利米二十九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说什么 他说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所以上帝要以色列人 不要看环境 不要受环境的影响 而回到上帝的面前 专心寻求上帝 呼求上帝的时候 上帝一定会听祷告 上帝也会让他们寻见 即便国家即将遭遇灭 上帝仍然要他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 寻求他的面 当然我们都知道 身处于当代的耶利米 身处于那个背景 混乱的时代的耶利米 他的一生非常的孤寂 他的一生 遭人唾弃 你说论成就感 他有没有成就感 我告诉大家 按人看来 他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因为传讲上帝的信息 四十年 到最后 国家还是这样 所以当耶利米 非常的孤单 孤寂的时候 上帝说 我与你同在 上帝成为他的安慰 甚至于我们说 为了要达到上帝 对他呼召的职份 完成他的工作 上帝对他说 你在这个地方 你也不要娶妻 也不要生儿养女 所以他为了上帝 为了信仰的缘故 他守度神 他可以说 一生都为上帝这样的摆上 忠心的去完成上帝 对他的呼召 所以在整个犹大的历史当中 耶利米 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 特别在南国末年的时代 他的影响又这么长 有四十多年的时间 可是我们看到他的单纯 他对上帝的尾声 他毕生忍辱的负重 他勇敢地传讲上帝的信息 他更爱他的同胞 很值得我们学习跟效法 在他传讲信息的过程当中 最让他感到痛苦的就是 连他自己的同胞家乡的人 我们说他住在亚拿突 家乡的人反而要起来 要抹害他 在国家快要沦陷以前 上帝要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很特别 在耶利米书32章7到9节上帝说 你回去你的家乡 亚拿突那个地方 你的堂兄弟有一块地在亚拿突 你要把土地买来 你要知道当时候那个地方已经沦陷了 土地有没有价值 没有什么价值 可是上帝说你去把它买来 所以他就返回亚拿突 就把堂兄弟的亚拿突那个地把它买回来 买回来做什么 上帝说买回来 然后证明一件事情 你把它封住 将来被乳归回的人 一样的亚拿突这个地方土地 可以重新的再买卖 而你这个地气 就作为将来我说的预言成就的一个证据 你知道 在后面当波斯王古列下诏 以色列人可以回国的时候 第一批回国的就是索罗巴伯带回来的 有多少亚拿突人你知道 在以色拉记二章二十三节 尼西米记七章二十七节 还有十一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 有128个亚拿突人回来 因此我们要说 上帝对耶利弥所说的话 七十年被乳归回以后 这个话真的应验 也就是说那些被乳归回的以色列人 被乳归回的亚拿突人 他们重新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买卖 可以土地的交易 而应验了耶利弥 他的地气所要看到的证据 当我们读耶利弥书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耶利弥的忠心 他忠于神的话语 他把神的话语好像食物吃下去 然后他传讲上帝的话语 完成他一生的使命 值得你我效仿 愿上帝祝福你 我们下回再见